因为对于音乐的热爱 让彩石工人也能为人师表 今天感动时刻 我们带你到新竹来拜访 这一名客家籍的彩石工 罗运才 罗运才从小就对客家巴音 非常的有兴趣 同时他还拜师学艺 就没想到彩石工作退休之后 他的这项记忆 让他能以高龄70岁 当上国中的音乐老师 同时也在社区间教起了音乐来 现在的他80岁了 但是传承客家音乐 他仍然乐此不疲 八年来每到星期五的上午 新竹关西原安里的社区 就会传出客家音乐 二十多位平均七八十岁的学生 正在学客家巴音 不管是主板 通鼓 小拔 大小罗等等 老人家们节拍精准 就像来到热闹的客家节庆 而他们的老师 是今年80岁的客家子弟 罗运才 神学院毕业 曾经担任彩石工人 17岁时因为兴趣 拜师学客家巴音 没想到这个被父亲认为 学了无用的音乐 让他得以70岁的高龄 当起了国中客家巴音老师 不过在当老师之前 惊险的彩石工作 让他现在回想起来 还是印象深刻 所幸在上天的保佑之下 罗运才没有出过任何的意外 才得以传承客家巴音 一张张与学生的合照 就是见证 再加上在社区里的教学 十年来至少超过500位的学生 懂得学习客家巴音的兴趣 罗运才让学习没有压力 向班上年纪最年长的魏拉先生 今年八十有三 参加三年的时间 曾经因为生病郁闷的心情 越来越开朗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病很久 又开始拉父亲 不知不觉当中 健康起来 能够为人师表 罗运才很谦虚 到现在远然不断地在学习 他要效法苏格拉底的教学热忱 将客家巴音传承下去 客家巴音的美好 才是公园用心聆听 年近八旬不忘传承 敲主板及通鼓 当银马学生笑抠白 也弹奏了一段感动时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